波切蒂诺为热刺辩护,我的球员们不是S说斋9月19日训,波切蒂诺在被媒体问及特里皮尔和托比确震一事后,为热刺球队辩护,波切蒂诺,我的球员不是S热刺主帅,波切蒂诺对媒体进行了回应,同时他也对特里皮尔和托比辩护,怒说他的球员不是S,波切蒂诺对抨击球员的G9很是生气周二,热刺在冠军联赛中1比2。 波切蒂诺负于国米,连续三场败仗,特里皮尔和托比错过了B组的比赛,波切蒂诺做了技术决策,伊卡尔迪和维希诺的进球帮助国米取得了比赛胜利,波切蒂诺一再强调球队做得很好。 波切蒂诺对媒体谋论他的球员特里皮尔和托比很不满意,为什么不尊重不在球场上的球员,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,你们可以责备我,说,嘿,老家伙, 首发阵容贝利选得太烂了,但请不要不尊重球员,因为这是我的决定,我们有25名球员,包括特里皮尔和托比,首发选11人,你们要问,其他13,4个球员都是垃圾吗? 对不起,我很失望,因为我非常尊重球员,我是主教练,你必须尊重我选员的决定,你们不能不敬,你们太不尊重球员了。 感谢观看